游戏就開始囉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正前方是遊戲的介紹畫面 那你會看到 欸之前有玩過這款遊戲嗎 沒有 這樣我們的左手的話它是一個雷射光束 那這個雷射光束呢它是可以讓你到你要去的地方 那我們先把雷射光束往天花板上按 雷射光束往天花板上按下那個板機 好 那我們前面有三個難易度選單 那我們先選擇最簡單的玩就好了 那選擇的方式呢是用 右手的槍去激發紅色的按鈕 好那稍等一下 那我們進入遊戲畫面之後呢 我們先按左手的觸控板 左手的觸控板按下去 然後我們這邊會有武器選單 我們先選擇下面四種任意一種就可以了 好那敵人的話會從四面八方三百六十度任何地方攻擊過來 所以偶爾要注意看不到的後面 那兩隻手都可以做激發的動作 那有些時候呢你的腳下會有一些補充品可以使用 像是彈藥啊或是醫藥箱之類的 那一隻手都可以做的 我看你的 好,你看 基本上在這個區塊都是可以任意做走動的 左手兩隻的武器都可以做更換喔 左手兩隻的動作 好那我們差不多今天遊戲體驗就差不多先到此結束囉